另外,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对钓鱼岛冲突进行了兵棋推演,认定一旦中日爆发海战,中方必败无疑。 对此国防部回应表示,日方应该深刻反省,而不是盲目炫耀武力。 杨宇军还表示,上周海军东海舰队与地方有关部门举行的军地海上联合维权演习是例行安排,类似的军地连演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这个月底,中国军队还将首次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军队共同举行联合士兵演练。 而针对记者,美日两国可能仍将在冲绳举行联合夺岛演习的提问,杨宇军则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 新华社报道